郭文貴議員 歡迎大家出席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簡報會 在台上有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醫生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和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職系關維敏醫生 首先李醫生會先說幾句 好 麻煩各位傳媒的朋友各位市民你們好 歡迎來到今次一個記者招待會 今天我們先會由張醫生說一說整個香港疫情的情況 然後時間就會交給醫管局的關醫生 就會說一說現時醫療體系的情況和個別一些個案 接下來我會跟大家說一說進一步防疫政策上的改變 以及關於修例599L的情況 我先交給張醫生 我簡單介紹一下過去一個星期的COVID-19的情況 我們對上一個星期是有輕微的上升 即是每天的平均數字 過去七天平均數字是5568宗 比起再之前一個星期的5281宗 上升了5.4%的輕微上升 本地個案上升了大概5% 由4917宗 平均數字升至5165宗 輸入性個案上升比較多 上升至10% 過去七天的平均數字大概是403宗 對上一個星期每天大概是364宗 輸入性個案佔了總體數字的7.2% 而大部分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個案 都是第一天在機場找到的個案 隨後七天找到的個案就是40% 這些數字佔了總體入境人士的4.8%至5.2%之間 死亡個案是比較穩定的 大概是52個個個案一個星期 每天大概是4至10宗 比起上一星期的5至12宗就差不多 在變異病毒 現在暫時在香港仍然是B.A.5為主 大概是88% 也有少量的B.A.4和其他 我們發現在輸入性個案中 XB.B佔了比較多個案 至今大概是182宗 B.A.2.75.2有6宗 B.Q.1.1有16宗 B.A.4.6有5宗 B.F.7有11宗 以及有6宗的XB.D 我們都是抄氧檢驗著本地的個案 也看到有個別的 B.A.2.75.2 B.A.4 B.Q.1.1 以及XB.D 在老人院舍或殘疾院舍 一直都有些個案發生 但都是平穩的 過去一個星期就有31間院舍 對上星期就有30間院舍 就是差不多的 學校來說 每個星期的平均都是3500多宗 再之前的星期都是3500多宗 總共都是8、90間學校需要停課 在全世界的情況來說 就是在17至23個星期 總體的數字就有輕微的下跌 有15%的下跌 而死亡個案也是有些下跌 是13%的 在全世界來說 現在暫時都是B.A.5 那個變異病毒都是佔大多數 當然也留意到有其他變異病毒株 就開始找到 例如一些XB.B B.Q.1 在某些地方都開始看到 在歐洲來說 就是他們的個案 就是繼續都是向上升的 不過就好像是減幻了速度 那個B.A.4.5 都是佔了大部分的 一小量的B.A.2.75 那樣的 英國來說 都是佔了B.A.5 是比較多的 都有些B.A.4.6 B.A.2.75 在美國來說 可能這裏看得不太清楚 就是B.A.5 都是佔了大部分的 但是它B.A.4.6 都佔了11點多 B.Q.1 和B.F.7 都是有一些個案的 在新加坡 就是在南半球 就是在南半球 都是B.A.5 都是大部分的 它都有些B.A.2.75 和B.A.4.6 而且它開始看到B.Q.1.1 和XB.B 這些我們都會關注著 新加坡的地方 XB.B.就佔了比較多 已經超過了54% 即是已經超過了一半 54% B.A.5 反而低了21% 也看到入院的數字 或者嚴重的數字 沒有特別增加了 也沒有看到XB.B.是特別嚴重了 總體來說 就是我們過去一個星期的數字 特別是輸入性數字 就有上升 而本地的數字 就輕微的上升 我們也看到其他國家 就開始有其他的變異病毒株 例如X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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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各樣的 香港也在輸入個案 都看到比較多的XB.B.的個案 我們預計可能在本地的個案 也可能遲些都會找到 我們現在也開始找到一些 其他的變異病毒株 在本地的監察系統裡面 我今天報告是這麼多 謝謝 謝謝張醫生 林關醫生 謝謝 過去這個星期的疫情 大家都看到是有點反覆的 我們住院確診病人的數目 也都上升至1800至1950的水平 每日平均大約有230名新增的確診病人入院 那看過去一星期 毅台和嚴重病人的數目 維持在60至70多人左右 公立醫院的非緊急手術的恢復是多了的 超過9成的非緊急手術已經恢復了 其中內規鏡的檢查服務也都已經恢復正常 整體非緊急服務的也都超過8成已經恢復正常了 之前我們提過一名31個月大的男童 去早前確診了感染新冠病毒 其後情況惡化 現在她仍然在伊利沙白醫院的深切治療部留醫 情況仍然毅台 我們的同事也都會盡力為這位男童提供適切的治療 另外有一名21個月大的女童 她在10月22號的時候 因為發高燒、氣喘和胃口差 之後確診了感染新冠病毒 入院的情況之後 經過治療就穩定了出院 在昨晚的時候突然出現一些氣喘 有思考症狀的情況 她父母帶回去急症室 因為那時候情況都有危殆 我們的醫護人員為她提供了治療之後 將她轉送到深切治療部 現在是需要用呼吸機協助呼吸 但是情況暫時都轉為穩定 這個女童她已經接種了兩劑的新冠疫苗 她的氣管那個分泌發現 其實除了有一個新冠病毒之外 也都有一個鼻病毒的情況 就是說她同時是有兩個病毒 現在我們同時也都給她一些適切的治療 我們想在這裡再呼籲各位家長 盡快為未接種新冠疫苗的兒童安排接種 目前只是有一成左右在三歲以下的幼童 是接種了兩劑的新冠疫苗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都是不理想的 未完成接種疫苗的兒童 會有較高的感染風險 萬一感染了新冠病毒 情況可能非常嚴重 還有有機會會併發露嚴 或者思考症的嚴重症狀 需要深切治療 情況嚴重甚至會有死亡 即使康復之後 也都可能有一些中長期的後遺症 還有現在的天氣開始凍 除了新冠疫苗之外 也都會隨著流感的季節來臨 那家長也都要安排他們的子女 接種這個流感的疫苗 避免又和一旦感染同時的流感 和新冠病毒可能會出現的嚴重的情況 也都希望家長盡快為你們的小朋友 去安排接種這兩種疫苗 加強對他們的保護 那我今天的報告去到這裡 加回給李醫生 好 麻煩你關醫生 那至於防疫政策方面 我們的基本精神是沒有改變的 就是科學為本 精準抗疫 風險可控 辯民利民 而在調節防疫政策方面的先後治序 其實上次我也說過了 我們依然是對於疫情反彈的風險 相對低的政策 我們會先行放斑 希望不會將醫療體系推向極限 第二 一些政策如果對經濟 民生影響較大的 我也會優先考慮 第三就是政策的一致性 在原則上我們是希望可以循序漸進 在復常之路上不要兜兜轉轉 也不要徘徊 希望可以一步一步走向復常的生活 剛才聽到張醫生和關醫生所說 我們過去現時 現在都有一些零星的本地變種個案 尤其是XBB 我們亦都看到有小朋友重症的個案 其實實在是不輕而掉以輕心的 而鑒於這四個星期的疫情 即是由零加三政策開始之後 我們入境的確診數字由三百多宗 去到每一天的四百多宗 而香港新症的個案 亦都去到大概5.4%的每天的提升 死亡個案和重症的數字相對穩定 而醫院體系的服務似乎也承受得到現在的壓力 每日入院的數字亦都相對穩定 所以我們拿捏這個空間 希望可以進一步放寬一些防疫政策 希望大家的生活可以輕鬆些 特區政府決定由下一個週期 即是2022年11月3日至16日開始 放寬以下的社交距離措施 第一,政府核下的燒烤地點將會重開 而有關的部門是著手會準備在下個星期四 即是11月3日開始陸續重新開放有關的設施 第二,我們想解除第599F章下面 對於餐飲處所和表列處所營業時間和堂食時間的限制 第三,在餐飲處所、遊樂場所、公眾娛樂場所、體育場所、活動場所、宗教場所、以及會寺或酒店、賓館的會議室 即是多用途中舉行的活動在台上拍照的時候 可以豁免配戴這個口罩 即是婚宴的朋友可以最低一個口罩拍照 今天我們可以再放寬防疫政策 其實全內市民大家你們的共同努力合作 配合整套的防疫策略 請大家繼續騰洗手、戴口罩 盡快盡早去接種疫苗 無論是新冠病毒的疫苗又或者是流感疫苗 有不舒服的時候請盡快去做測試 如果確診了應該盡早去看醫生 適合用藥的應該醫治醫生的指示盡快吃藥 請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我們希望可以一步步邁向復常的生活 這是有關防疫政策方面的 現在我就跟大家講一講 有關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 CAP599L的詳情 其實高等法院在10月21日已經有一個判詞 當中也講到599L這條法例的條文中 是沒有授權政府去不接納任何人的免針指作為疫苗通行證 在兩天前 政府其實已經決定了不會提出上訴 我們是直接修訂相關的規例 當中的考慮點 我們參考了法律意見之後 其實是基於這樣的 防疫工作是有急切性 而相對比於上訴所需要的時間和公共資源 我們覺得直接修例是最合乎香港人的利益 所以在兩天前 已經刊登這個憲報 定立了一個2022年 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的條例 在昨天我們已經向立法會提交 進行了先定立後審議的程序 法例也得到通過同日申後 法例的修訂內容 其實最主要就是授權 付權給醫衛局局長 當有合理理由去懷疑某一些註冊醫生 沒有做到一些臨床的評估 就簽發這些豁免證明書的時候 是可以宣告特定的免針子失效的 而亦都付權了局長 如果因為公眾利益的考慮 宣告某一些註冊醫生 所發出的免針子失效 亦都是七天之內相關的醫生 如果不同意的話 是可以遞交理據給局長考慮的 另外亦都付權了局長 可以提出一些過渡性的證明書 是給一些個別群組的病人 其實考慮到的因素就是 如果局長真的使用這個權力的時候 需要考慮的因素就是 包括疫苗通行證的制度 有沒有自己出現一些漏洞 或者抗疫的政策 在穩健性上有沒有受到損害 而且它的考慮因素也會包括 有沒有進行 究竟頒發這個免針子的時候 醫生究竟有沒有進行過病人的評估 臨床的評估 還有這位醫生在特定的時間內 發出的免針子的數量、模式和方式 是否正確的 當然局長也會參考衛生署署長的意見 其實法律生效之後 昨天政府已經出了宣告 宣布有7名醫生所發出的免針子是失效的 在14天之內 其實這些免針子就會正式失效 不會再合乎疫苗通行證的規定 在7天之內 這7名醫生可以向局長作出書面的陳述 解釋為什麼局長不應該作出整體失效的宣告 我這裏也想呼籲相關的市民 如果你們真的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其實我們強烈建議你們 會再做一個身體臨床的評估 看是否真的不適合打這個新冠疫苗 其實你們可以去到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 去免費做這個臨床評估 又或者去回你們自己的家庭醫生做的評估 也可以的 另外就是 有些如果真的適合打疫苗的朋友 就不要等了 請更早去打疫苗 將自己由一個高風險的病人 變成一個低風險的市民 今天我大概說到這裏 看看記者們有沒有發問 以下來的題文環節 請大家在題文之前 先說出你是來自哪個傳媒機構 還有盡量將你的題目露出到兩條左右 有沒有問題 右邊的位女士 你好 我是經濟一部的 首先想問一下廢除免針止 現在先宣告了 或者廢除了免針止 然後再給他們解釋 其實這個先懲罰後解釋的措施 是否一個未審先判 以及說到合理懷疑 其實政府有沒有解釋過 為什麼合理懷疑那七個醫生 發出所有的免針止 都覺得他們沒有做一個臨床的判斷呢 是怎樣可以 現在的調查程序還未完 另外也想問一下 有一個月的女嬰 她本身有沒有什麼自身疾病 她什麼時候出院 以及出院的時候 是基於什麼原因 讓她出院 即她那時候的情況是怎樣 以及她出院的時候 有沒有感染過鼻病毒呢 還有她已經打齊了兩針 都出現了一個思考症 重症 有沒有說 其實那個疫苗的效用 怎樣看呢 還想問 不如兩條先 還有防疫措施 還有防疫措施 為什麼她會選擇 放寬給影響呢 不如我先給醫生說說 小朋友的情況 然後關於另外一個 提問我再回答幾隻朋友 好 關於剛才說的 那個二十一個月大的女嬰 其實她本身就沒有特別的病痛 她入院之後 其實接受了治療 情況是穩定的 她在二十六號的時候 是出院的 你說她出院的時候 其實她的情況穩定 也沒有特別去做一些檢查 去證明她是否有這個病毒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 剛才說她另外的病毒 其實她本身 其實都可以引致這個思考症 現在其實我們 我們的重點都是 看看怎樣可以 給最合適的治療 這個小朋友 所以變了來說 她亦都打了兩針 現在她的情況是相當穩定的 隨著我們見到她 可能接受那個治療 我們都覺得其實這些情況 那個康復的情況 一直都會比較理想一點 多謝你 好 那我先解答一下 究竟為何會有合理懷疑 那些免針子 是沒有做過一個臨床的評估 就會發出免針子 那其實可能之前 報價的同事朋友都知道 有些醫生可能是一天之內 是發了幾百張的免針子 那其實在一個道理上來說 亦都有點難可以理解 為何這麼短時間之內 可以做到一個詳細的身體檢查 或者一個臨床的評估 而發出一個免針子 那也知道有些醫生 其實可能根本都不在香港 不過詳細的情況 因為已經進入了一個司法的程序 我都不方便再長講了 那其實如果都有留意半詞的話 其實法庭都有說過的 599L在法庭的意見裏面 其實就是覺得 條例沒有給政府權力 去講一些免針子失效 但是如果條例是有賦予這個權力的話 在這一刻做一個決定 去免除這七個醫生開的免針子 是相對合理的 所以我們都相信 其實在合理性上面 去宣告這些免針子失效 都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第二條問題 就是為什麼選擇 脫口罩可以上台拍照 我們其實一男子的 缺的考慮因素都有看的 其實基於剛才已經說過 有其他兩項都相對比較大 希望市民很想見到的 包括在燒夜食的場所可以開放 以及餐飲業界 是可以經營時間 也沒有了解除了入限制 而另外我也收到不少的意見 尤其是婚宴的朋友 都覺得自己在婚宴的時候 戴著口罩 三年都要戴著口罩 其實都有很多市民覺得 其實是否可以豁免 而相對風險來說 我們都覺得現在是可控的情況之下 所以為什麼就挑選了這個 至於其他的防疫政策 也都希望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去 最重要其實也要大家合作 希望那些新的新冠疫情的個案 不會再攀升 我們就更加有條件可以逐步開放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未審先判 其實如果你看回新的599L的條例 是賦予局長有這個權力去做的 那我就不會覺得這個叫未審先判 好 我們去下一個提問 有沒有其他記者有提問 右手邊最後排的那位女士 三位你好 產生物 首先就想問一下在放寬防疫措施方面 剛剛局長提到會有先後次序 那有沒有說其實哪些措施 是必須留到最後才可以放寬呢 尤其想問一下現時的大廈強檢 和疫苗通行證方面的成效 即現時透過大廈強檢 找出的陽性個案比例大概有多少 其實大廈強檢 對於防疫的成效到底有多大呢 以及疫苗通行證 現在有沒有調整的空間 都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容許持黃馬的旅行團 可以閉環吃飯和主題樂園 即局長你怎樣看這個意見 還有疫苗通行證其實涵距的範圍 現在有沒有條件去縮小呢 另外想問一下 零加三實施之後 其實都輸入新的變種病毒 其實變種病毒個案增加 對於香港整體疫情有沒有大的影響 如果疫情沒有明顯影響 其實有沒有條件放寬到零加零 還有未來Omicron的病毒 不斷變種是否會成為常態呢 如果病毒不斷變種的話 疫情是否不會有完結的一天呢 有很多問題 我儘量解答記者的問題 先後次序 有哪一個可能會考慮最後才放寬呢 我相信決策去做究竟何時放寬 放寬些甚麼的防疫政策 是整個政府團隊一起去談出來的 不過我個人會覺得 其實戴口罩都必須是一個需要堅守的事情 尤其是接下來是流感的高峰期 而過去的三年 其實我們流感都是比較平穩的 基本上都沒有甚麼個案感 我們著實是擔心 如果你放口罩快點 即是不用戴口罩 那個反彈是會很嚴重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 戴口罩這件事都需要持續一段日子的 至於強檢 其實我們仍然都是不時偷看傳播的風險 去調整整個檢疫的政策 包括會否違封強檢 事實上現在已經做得很少了 強制檢測和願檢盡檢 我們都是基於這些原則的 至於強制檢測裡面 我們發覺強制檢測 其實我們著實也可以找到不少的地方 應該這樣說 強制檢測 其實我們是可以真的知道一些隱性的傳播鏈 尤其是如果當一些大廈 它不是有很多的確診個案 但是我們發覺它的污水檢測 是有一些異常或者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都有合理懷疑那裡其實有些隱性個案 相對來說這個也是幫助政府一個防疫政策 可以盡快找到一些確診的人士 令他們得到適切的治療 又或者控制疫情發展的 那麼疫苗通行證 其實疫苗通行證是一個遲之有效的方法 在這個時候其實1號 用疫苗通行證也是我們防疫的一個主要的策略來的 所以當疫情仍然不是那麼穩定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上升的趨勢 那麼相信疫苗通行證這個政策 都需要維持一段時間 起碼等到形勢比較安心或者妥當的時候 才會考慮又會縮減或者放寬 至於剛才提到0加0的考慮 大家剛才看到的數字 張醫生也說得很清楚 我們發覺現在海外輸入的個案 其實是飄升得很嚴重的 大概是10%左右 那麼去到這個情況之後 再考慮放寬0加0 其實風險是比較大 也都是有為我們說可控制風險的原則 雖然我們知道變種的病毒株 現在看來好像令到恐症的情況 不是很嚴重很多 不過我們都應該採取一個很謹慎的態度 希望在一個抗疫復常的路上 不要開開山山不要兜路 不要要回頭路做一個回頭路 所以我們都會謹慎去考慮和處理 下一個提問 有任何英文問題嗎 左邊這位 最後一排 我從SCMP 今天是否被控制風險 被控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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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會想問 會否財政政政政政務 可以回到香港 在這種情況下 可以在香港的患者 可以坐在香港 飛機機上 會有特別的有關 如果他不回答案,他不回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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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的地方 是否一般 但在基本上,我们的政策 的政策 是我们的政策 和疫情的方式 是 每个人都在香港 或者在香港或是要去香港 要有RAT,或是要有RAT的感染症 之前能够到航空 所以,當他們到香港 他們需要做PCR試 在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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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這就 applies給所有人 如果他們回到香港 或是香港來訪我們 所以,我會說這是其實的政策 下一個題目 第二行,第一位女士 Hi, a simple question from RTHK So you mentioned that guests at functions can actually take off the mask when they take photos on stage Could you explain the rationale for this adjustment and measure? Because you said the mask order would be, you expect it to persist for some time Would you say the two policies are a little bit contradictory? And could you explain the rationale for the mask order to persist? Thank you For all decisions about how to relax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social distancing The considerations based on three principle The first one, whether the risk is high or not If the risk is high, whether it will collapse our medical system, make it into a breaking point The second consideration will be the effect or impact on our economic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well-being of our citizens The third consideration will be the consistency of policy, different policies For ticking off the mask on stage, for some business schedule or on those premises that I just mentioned We consider the risk of taking off the mask briefly without eating or drinking or just taking photos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risk should be manageable And then we do receive a lot of feedback from citizens to feel that letting them having a photos on stage Probably and can actually ease their worries and make their well-being much better So this is the consideration The risk is manageable And then we think it will not impact so much on our health care system with a short period of the mask Without a high risk activities like drinking or eating Next question 右手邊,第二位 Thank you Sami,你好,明報 好,我想請教一下面針紙 其實現在由那七位醫生發出的面針紙 其實到現在有一張仍然在生效 以及拿著這批面針紙的班人 其實有數據是有多少已經尋求了醫學諮詢 他們是拿到一張新的面針紙 其實如果政府還未掌握這些數據的時候 是怎樣去判斷這班人 其實是真的不適合 不是真的有合理的理由去拿一張面針紙 以及他們對香港的風險 為何會認為是有更大的感染風險 第二也想問一下入境限制 想了解其實現時 我們599有沒有一些條例 是付權了政府給一些指定的人員 其實回香港的時候 可以就了一些防疫政策 作出豁免 例如其實測試到是正確的時候 都可以讓他們回香港 以及現在 尤其是改了做登機之前是RAT測試 其實如果香港人在外地快測陽性 有沒有說要符合什麼條件 才可以上飛機回香港 有沒有說要等幾一天 還是RAT測試就可以上飛機 麻煩你 好 首先講講免針紙的情況 即使現時為止 我們看到在這一刻 那七位醫生所發出的免針紙 而有多少市民拿著這些免針紙 在這一刻仍然是有效的免針紙 大概是19,000張左右 而這19,000張裡面 其實有11%的市民 已經打了第一針 另外大概有800個市民 在9月27日之後 已經拿了一張新的免針紙 至於入境的限制有沒有豁免 我猜我們看整個預防和控制疾病的政策 我們的初心是希望可以抗疫 避免市民有受到一個流行病 即是新冠病毒的感染 原則是希望可以減減外面輸入的個案 所以基於這個原則的話 其實我們是必須 如果要有入境的人士 他的條件是需要他的快速測試 一定是陰性的 這是一個條件 右邊的位男士 你好,AM730 關於解除餐廳 其實剛才聽不清楚 是包不包酒吧或其他廚所 其實他們的入座人數 他桌的距離之間 那些有沒有多有機會放寬呢 剛才說到燒考場重開 其實他們重開的防疫安排 可以說多一點 會不會是開不足路 或是燒東西吃要帶口罩之類 還有康文署也說 BBQ脫口罩風險高 其實是否部門之間 現在有那個說法的衝突呢 他幾天前說的 另外就是59L那裏 剛才醫生提到 形勢妥當 可能有機會放寬那些 可否解釋少少 甚麼是形勢妥當 還有過度 我見過修例都加了過度證明書 其實是否給一些 剛才提到免針止過期 然後有打針的人 去復執現在的通行證安排 麻煩你 好 或者可能答不完 因為有些人聽不到 這樣的 放寬的餐飲業廚所 其實是包括酒吧 放寬已經免除了營業的時限 包括餐廳 以及酒吧 即是餐飲廚所 另外 除口集 宵夜食 宵夜食的時候 還有其他甚麼的政策 其實宵夜食的場所 是會放寬它的開放 但是其他相關抗疫的政策 仍然存在 包括限聚令 即是12人 包括一些相關其他法例的措施 也會繼續生效 其實在一個戶外的地方 脫口罩吃東西 當然是一個高風險的行為 不過顧及到 其實餐廳 都已經可以准許 12人一圍桌可以吃飯 對於宵夜食來說 其實希望在戶外的情況下 這個風險也不會高於餐廳 至於599L 剛才提到一個過度性的證明書 其實大家都應該可以理解到 11月30日 其實我們必須要有三針的時候 才可以申請到一個有效的疫苗通行證 基於有些市民 可能未必在11月30日可以打到三針 譬如甚麼情況呢 譬如我已經打了兩針 但剛剛因為我要做手術 醫生寫了免針字給我 但我未能夠可以 在11月30日之前打到第三針 我的手術做完 醫生說我現在情況准許打了 我可能打的時候已經是11月30日之後 我們都會考慮這些情況 是不是局長可以運用他的權力 去做一些過度性的證明書 這個仍然在考慮當中 但起碼我們在修例的時候 都賦予局長有這個權力做這個決定 我們呢 我們可以再考慮這個形勢 可以再放寬 有幾個因素要考慮 第一 就是究竟確診的數字會不會持續上升 重症的病會不會很多 會不會去到一個地步 是會令到我們的醫療體系 去到一個臨界點 令到它去到一個不能夠負荷的情況 這個我們是最先考慮的 第二個考慮就是經濟的動力 開放之後會不會增加香港的經濟動力 民生的情況會不會有很大的改善 第三就是政策上的一致性 會不會有一些政策我這裡放寬了 但其他政策不一致 那些放寬不到呢 這些都是我們的考慮因素 好 我們再問最後兩個問題 這裡是白色的三個位置 你好NOW TV 想問多一點關於酒吧放寬這裡 剛才就說其實放寬餐廳營業時間 是包括了酒吧 但其實之前599F其實是不包括酒吧 其實這次除了時間之外 或者人數方面會是怎樣去放寬酒吧 這方面的限制 好 其實這次只是奉寬了酒吧的營業時間 而桌子的人數仍然好像上次一樣沒有改變 所以這次只是增長了營業時間 好 最後一題 那邊黑色衣服 你好 三位 大家好 星達布 想請問三個問題 第一就是想問剛才那個行家 問過渡證明書的安排 剛才就說研究當中 但是都知道那七位醫生 病人失效的證明書 其實十二月初他們都可能有機會失效 他們如果戒時選擇去打針 可能都只是打到第一針 其實會不會他們比較難閒接 他們的證明書失效之後 要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進不了廚所 另外第二就是想問599L 之前發布的新聞稿也說到 疫苗通行證 599L就會去到六月 其實是否代表 疫苗通行證會去到六月 或是局方會再作考慮 究竟通行證會去到何時 另外也想問0加0 或者剛才也說到 現在的輸入個案上升 都會有一定的風險 但是見到未來的趨勢 似乎這些變種病毒 都會一直出現 那是否0加0的安排 都會在未來一段不短的時間內 都未能夠實施到呢 甚至之前也有行家問到 是否整個冬天都未能夠做到0加0 還有到最後的時候 其實局方會用甚麼原因去決定 現在仍然要維持0加3這個政策呢 謝謝 好 首先說過證明書 剛才聽到這位記者朋友 都的特別個案 即是說七個醫生的面針子 我猜局方在這方面 我們會考慮才有個詳情 究竟那個仔細情況是怎樣的 所以這一刻都未能夠跟你說 那班究竟怎樣處理 至於599L局 究竟那個長時間用免針 即是疫苗通能症的時間 其實那個法例就是6月 但是局方的考慮 其實就未必一定去到6月 都是因應看看情況是怎樣的 而有關0加0的輸入個案 其實我真的沒有一個水晶球 可以告訴你 究竟短時間長時間 還是很快可以變成0加0 我猜最重要的是 很謹慑監測整個香港的疫情發展 其實都不只是香港的疫情發展 都是說世界各地的疫情發展 因為你說到0加0的時候 一定就是外國的個案 有可能進來香港 究竟我們香港的承受力是多少呢 如果大部份都是很輕微的 完全不會觸動到 我們醫療體系的神經的話 其實我們的條件就會大些 所以都是需要很謹慎去考慮 這個同一時間都希望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怎樣可以令到整個社會的 免疫屏障可以好些的話 而我們更加有條件 可以放寬多些抗疫政策 其實世界各地都是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打疫苗 令到自己整體的免疫屏障可以強 強的話 我們也可以承受一個感染的風險 我們的抵抗力強一些的話 其實承受的風險也可以高一些 至於我們現在一老一幼 其實我們打針的情況 未到是一個我們會安心的情況 而也看到小朋友也有 剛才關醫生說過一些嚴重的個案 我們除了心痛覺得不太軟識之外 其實也明白到這些個案 也會加重了一些醫療體系的負擔 一些真正可能需要 心肢治療部的病人 而不是因為新冠病人 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猜這也是要整體去觀察 究竟情況是怎樣的 也為何我們每個星期都會見面 都想和大家及時更新整個防疫 或者整個疫情的情況 希望在一起努力之下 我們可以盡快開放所有的政策 謝謝大家 今天出席簡報會 有機械 Per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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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ia